肥肠 柏树枝 酸辣椒 这三样结合在一起 到底要制作什么美食呢 怎么样处理它们 做套肠 成功了 套就来了 拿另一头的肠头 拿着这根肠的另一头 就这样串进来了 拆进去把这个筷子再拿出来 就这样不停地推推推 这一头的肠头就进到这一头里面了 对 有点像甜甜圈一样 套肠 将筷子固定在小肠一头 缓缓塞入另一端的肠口 取出筷子时便形成一个闭环 轻轻抚平小肠 将松散的小肠整理成圆圈状 再用牙签固定 一个甜甜圈便出现在我们面前 将甜甜圈冷水下锅 炖煮40分钟左右 接下来大肠要怎么处理呢 这是已经清洗干净了的大肠 我们把它分断 好 咱们这是要开水下锅吗 开水下锅的话更快一点 葱姜料就去腥三件汤了 两勺就够了 经过热水加持 猪大肠的肉质更加紧致筋道 这时 谢大哥拿出了大葱和竹签 大肠在大葱和竹签的装扮下 又会以怎样的造型 适人呢 准准的我们也来做那个烧烤吧 这能套进去吗 来 咱们这肠是有弹性的 最后一点了 好嘞 你看这一块的肠 它的肉就非常的肥 那我来串了 好 切了 几百水嫩的大葱塞进大肠 大肠瞬间饱满风雨 多出来的大肠切成小段 按一个青椒一个大肠段的顺序 用竹签依次穿起 一个个油润十足的烤串 等待着碳螺的加持 套肠 它到底与柏树枝酸辣椒 要怎么结合呢 这么小一圈了更可爱了 像这样熟了的话 是不是直接蘸着酱油就可以吃了呀 如果说想好吃的话 还有好几步 第一个秘密就是先把它穿起来 这距离可以吧 可以 接下来就是用百香来熏 套肠穿在竹子上 排列整齐 用炭火点燃百树枝 肉香 竹香 百树枝香 泥满开来 阵阵清烟 自下而上 缓缓生腾 待这样熏至两个小时左右 套肠就被附入了植物香气 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耐心 现在开始我们的花样大肠烧烤时间 现在要先刷酱油 好 我就等着这大肠烤得滋滋冒油的那个 辣椒先起反应了 开始爆皮了 对 这得烤到什么程度 烤到表皮发黄 滋滋冒油 刷一点那个酸辣椒汁 经过炭火和调料的加持 肥肠滋滋冒油 既入味又酥脆 大葱肥肥肥肠串 烤得火候正好 肥肥肥弹牙 大葱脆口 两种食材的碰撞 也有一番风味 肥肥肥青椒串 刷上酸辣椒汁 酸辣与油润并存 一口爆汁 你咋在吃起来了 你也得劳动起来 我这个成脆皮肠了 表妹曾烤得焦脆焦脆的 怎么样 今天这个满意吗 非常满意 烤过之后 反而变得更加的清甜了 对 那汤呢 你把葱都抽走了 人家就剩肠了 套肠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熏制 已经有了炭火的烟火器 和柏树汁的清香味 您以为制作到这儿 就大功告成了吗 谢大哥说 要想让套肠吃起来 有滋有味 还需要几件法宝 这味囊有点像糖葫芦是不是 还有第二道秘诀 我带进去 行 走 把这带走吧 这是您的第二个秘诀啊 对 我低估了它的威力 这不是辣 这就是酸 它的名字就叫红酸吗 你不开酸你不开辣 就我们这边有一句俗语嘛 三天不是酸 周路大船船 热油入锅 香片炒香 红酸 西红柿酸 酸辣椒紧随其后 炒出酸味与辣香 当双重味道足够浓郁时 加水炖煮 酸香滋味 在热力作用下 激发的更加彻底 这时加入套肠 和用草木灰炒制的灰豆腐 酸辣香 肉香 豆香在锅中相遇 套肠和灰豆腐 在酸辣汤中 几经浮沉 充分吸收了酸辣精华 小火炖煮 大火收汁 味道调查员迫不及待 想尝一尝味道 还加了那个灰豆腐 有一种草木灰 还有那种熏制的味道 因为是一层套一层 你可以看到 所以它嚼劲其实也是加倍的 弹性十足 对 又嚼劲